他四十二岁登基,在位二十二年,开创了盛世,庙号称祖,却被骂成反贼。 历史上开创盛世的帝王一般都有很大的作为,为后世是学家所标榜。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皇帝,他四十二岁才登基成帝,与历代皇帝相比,算是大气晚成了。 他在位二十二年,一生历经图治,开创了一代盛世,为王朝的兴盛繁荣,做出了巨大贡献,并且死后妙号称祖,但是却被后世之人骂成反贼。 这是为什么呢?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朱棣是明朝第三个皇帝,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,明慧帝朱云文的叔叔。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立自己的大儿子朱镖当了太子,并对他精心培养。 可是朱镖和朱元璋在很多治国理念上都存在着分歧,最终精神压力过大的朱镖年纪轻轻就死了。 朱元璋为此大哭一场,培养多年的接班人死了,哪该有谁来接班呢? 朱元璋左翘右选,选中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朱镖的儿子,而没有在自己其他儿子中选择一个。 这样明朝初年的皇位就出现了个代儿传的现象。 朱元璋死后,朱允文继承皇位,他认为他的叔叔们权力太大,于是实行了消贩政策。 他的叔叔们不乐意了,以朱棣为首的方王们纷纷起兵,以清军策的名义发动了皇位争夺战,史称静纳之义。 最后,朱棣率军攻入南京,在静纳之义中获胜,朱允文则不知所踪,于是朱棣在众人的拥护之下当上了皇帝。 他上台一时就下令废除朱允文的地号,以便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。 朱棣在位时,政治上改革机构,设置内阁,对外五次亲征蒙古,收复安南,巩固了南北殷房,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,而且多次派政和下西洋,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,加强对南海的经营,还命人编修永乐大殿,书郡大跃和。 朱棣的这些政治措施,对强化明朝的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,在他统治期间,明朝经济繁荣,国力强盛,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提升,使称永乐盛世。 朱棣死后,起初妙号为明太宗,后来到了明中叶又改妙号为明成祖,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。 可是后世有人却说,朱棣篡夺了侄子的皇位,而且好大喜功,多一好杀,手上沾满了鲜血,其实是个反雷,只是他反叹成功了而已。 各位读者,你们觉得呢?